上來就長這樣 他的護具可以改了100% 裝甲板有什麼 重型裝甲板 他側面的 他原本出來長這樣沒有裝甲板的 輕型是有前面有個護具啊 旁邊也有但是看起來比較low一點 中型呢他就是有塗裝的 重型就是可能 要全面性的防禦啊 所以就給他用到重型比較安全吧 那刹車系統 給他改一下 原本是 有一點點 他其實只有增加一點點而已啊 引擎的部分 引擎的聲音很大 看一下車燈啊車燈還有什麼 這兩款 塗裝三色輪廓是長這樣啊 換個顏色好了 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我想要的都不行啊算算 這個基本迷彩 這個好了 他還有感應式地雷可以選 如果有的話 噴漆的主色調我給他換個顏色 因為我的迷彩是灰色的啊如果選太深的話 就蓋過去了 我選個顏色 這個黃色看起來不賴喔 這個在路上就很 很喜目 變成目標 來給他換成亮點的顏色 這個顏色OK 那複色調我給他換個顏色 他算是下盤的顏色 這顏色都太亮了 深色系的 葡萄紙 我給他用霧面的霧面看看 霧面的黑色 對嘛 比較smooth一點 然後一樣有渦輪可以改 然後武器的話有 原廠的 還有 20公里的試管機砲 那就是兩根再多兩根嘛 車窗 車窗是什麼 喔就是旁邊可以變比較黑呀 深色的 這架車用完了 來試乘一下 好我們再試一下這個車 槍管怎麼樣 對空的 欸怎樣 被射喔 我只是在試槍而已 你幹嘛打我 他不能切換第一人車 而且我現在被警察通緝了 OK這個車子就先介紹到這邊啦